美國推第三輪兩化寬鬆QE3 不少人都擔心QE3的熱錢會湧來推高本地的通脹 大家如果手頭有些錢 但又不想投入持續波動的股市或者是高追買樓 有沒有想過還有什麼投資 回報可以追得到通脹幫忙保住自己的老本呢? 今集我們就講一下藝術品、的士牌和鑽石 看看投資這些實物的回報和風險 以及買賣的時候要注意些什麼 一個個張嘴傻笑的面孔 相信你不會覺得陌生 中國東代藝術家樂文君的傻笑人作品 現在經常可以在香港的畫展裡面見到 過去以往的時候他們可能對藝術的關注也是少的 但是這兩年突然多起來了 其實不單止在香港 在世界各地喜歡欣賞藝術的人也越來越多 成名藝術家的作品更加是有價有市 成為投資市場的焦點 例如是樂文君的儲決 在07年拍賣成交過293萬英鎊 創下中國東代藝術品拍賣的最高紀錄 再看看一個追蹤環強藝術品價格走勢的指數 去年樂得超過一成的回報率 是連續第二年跑贏標普500指數 升值潛力驚人也導致更多人留意藝術品市場 不過名家作品的價錢不低 對一般投資者來說似乎遙不可及 想學習晚藝術品保值 日式有較大升值潛力的畫作 入門途徑多不多呢 現在市場上有一種藝術投資經紀服務 協助資金充裕的投資者 投資藝術品市場 認為模式是怎樣的呢 初入門的準買家又有些什麼要注意 做理財管的Elisa說 金融市況不穩 令她轉投藝藝術品投資市場 她今年中透過藝術經紀 以四十多萬元賣入一幅中國東代藝術投資 我覺得她對醫行很專業 她不怕你看她的紀錄 或者問多些問題 她們都發覺很傷心 如果你入一個藝術 好像會問你很多問題 如果我對醫行不熟的話 我都很不舒服 買了畫 並不單是可以放在一旁等清席 亦都可以出租收取穩定收入 所謂的藝術經紀 亦都會擔任中間人的角色 有些像地產或者基金經紀 即是不單是提供賣畫 賣畫、估值、儲存、保險和轉售等 的投資顧問服務 假如投資者想賺取穩定的回報 更加可以好像買樓收租一樣 透過經紀把畫追出去 我們提供我們藝術服務 我們為我們的藝術服務 在臺灣的客人 我們在香港有很多公司 在香港的公司 他們為他們的藝術服務 把藝術服務留在他們的房間 而我們的客人便可以享受 一個保證的6%的利益 回報很大程度上 取決於畫作的升值潛力 負責人畫 除了會教客人欣賞藝術作品 亦都會教客人 以投資的角度 分析畫作的升值能力 他會建議客戶 由畫家的活躍度 作品的成交紀錄等等 找出有潛質成為 藍籌股的中前畫家 當我們看一畫面 我們看一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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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的藝術 藝術服務 和藝術服務 在過去的五年 為藝術服務 我們會支持藝術服務 我們愛藝術服務 我們愛藝術服務 作為投資 它不帶同同同樣的知識 作為藝術服務 我們想這些藝術服務 成為藝術服務 因此的價錢 投資中線畫家 所需的資金較少 以小博大的吸引力 固然較高 但有學者提醒賣家 在考慮投資一些中線畫家之前 都要做多些功課 細心了解畫家 本身的畫風 和畫作的演化 很多時 畫作的價值 就視乎藝術的成就高 通常要去到畫家頂峰的時候 如果買一個畫家 是很初期的畫作的話 可能他連藝術的成就 都是一個很初期 未去到一個所謂的大師級 高的情況的話 畫作的價值一定會受到影響 另外他又建議 買家在考慮透過藝術經紀 出中藝術品之前 要留意藝術品的估值 和經紀報稱的賣價有沒有差別 放回經紀台價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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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